我們首先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名和尚 敬禮殺家正空喪師 敬禮十六師大寶花王喀瑪巴 敬禮圖登達爾吉喪師 我們敬禮彈承三寶 敬禮今天附魔法會 祖尊阿底峽尊者 師母 圖登師弟仁波切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唐主 以及各位同盟 還有網路上的同盟 今天我們儀會的貴賓非常的多 剛剛師姨有沒有依依介紹過 已經有依依介紹過 那麼感謝所有的貴賓 麗玲 非常的感謝 先跟大家講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貴賓 提前 開 beneath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Kamsamita, Sawadika. Romo, Konnichiwa, Good afternoon. Sawji, Mashi, Moku. 今天各位同盟看到我非常的微轟 好像是一個戰車一樣 從那麼遠的地方 那麼一直到貪城面前 所有的上司都是走路的 其實那一部戰車啊 四個輪子當中有一個輪子是有缺點的 我在上面感受最深 因為每一走一個輪子 它都會震動一下 還好我沒有為食道逆流 如果這樣子從那邊一直 從第九個這個貨那邊 那麼一直到前面來 那個腸子跟位子已經震動了幾百下 非常的難受 以後呢 叫師母做不要叫我做 這個 從那邊啊 其中好像有一個輪子 我的感受是 我的右手邊 後面那個輪子 不是很圓 走起來呢 轉一圈它就蹲一下 轉一圈它就蹲一下 一直蹲到這裡來 沒有跌下來已經不錯了 沒有跌下來已經不錯了 謝謝啊 謝謝這個構想這個計畫 第二個 我們今天的護摸爐 這個長治上次跟我講 這個你坐在後面 可能勾不到 你要坐前面一點 這個一點火啊 我就變成魷魚 魷魚啊 魷魚 好像在烤魷魚一樣 我明天跟這個陀華 都不用再理 因為已經全部被烤焦了 鬍子也烤焦了 頭髮也烤焦了 整個臉啊 好像要撿起來 要撿起來 人就拼命往後面推 還好我們護摸 做得還不錯 我精神還是能夠集中 但是謝謝大家的 是內衣褲全部都濕了 今天的佛很旺 阿底下尊者 他由虛空中 像走路一樣的走到護摸爐上面 那師尊本人呢 跟阿底下尊者 融合為一 我非常尊敬阿底下尊者 阿底下尊者 阿底下尊者 是在跟印尼 是非常誘言的 也是唯一的 一個很偉大的 這個印度的大學者 阿底下尊者 我問阿底下尊者 阿底下尊者 他是出生在古印度 在古印度 在古印度 孟加拉國的超越城 出生在超越城 父親是一個國王 就是善勝王 母親就是吉祥 母親就是吉祥官 母親就是吉祥官 那麼 他出生的號 就叫做業障 業障 業障 不是我們常常講的 業障消除的業障 而是業量的業 西障的障 業障 他出生的時候 有一件奇異的事 他快出生的時候 突然間那個夜晚 從西空中 有七彩的光明 從西空中下降 遭的整個 這個超越城 非常的光亮 非常的光亮 尤其是在 阿底下尊者的母親 就是母后 的宮殿上面 有紅七彩的光 一直在閃耀 一直在閃耀 那很多人看到 這種奇景 所有的 這個超越宮裡面 所有的人 都提出水桶 趕快 要來救火 以為是火燒 要來救火 結果一到了 這個吉祥光的宮殿 沒有火 沒有火 只是光明燦爛 這個時候 阿底霞尊者就出生了 那個時候是一歲 所以他一出生 本身就有很大的奇蹟 這個母后的宮殿 花出七彩的光明 所有的這個 超越城的 裡面的人民 都以為 這個宮殿師父 搶著又來救火 結果不死 他們欣賞了 就像北極的那種 北極光一樣的 這樣子 非常變化的七彩光 這樣子出生 是非常了不起 他是一個王子 孟加拉國那邊的人 這個善聖王 跟吉祥光母后 所生的王子 那麼這個阿底霞尊者出生的時候 就跟別人家不一樣 小孩子都在玩的時候 他一直在沉思 在沉思 什麼是沉思啊 就是一直在思考 你看 我們的阿底霞尊者 你看看這個前面那一尊的阿底霞尊者 他就是這樣子在沉思著 你們看見阿底霞尊者沒有 這個螢幕上請照阿底霞尊者 對 他就是這樣子 一個王子天天在沉思 他在想什麼事情 他就是沉思的阿底霞尊者 他在想什麼呢 他在想 我生前 我生前 在哪裡 我來這個沙泊世界是做什麼 他又想 我死後 我死後到哪裡去 他是在思考這三個問題 生從何處來 我來這個沙泊世界做什麼 我將來死後會到哪裡去 這個三個問題困擾著阿底霞尊者 後來 他在十一歲的時候 帶著千奇 一千個奇兵 在森林的外面 遇見了一個 叫做聖迪伯羅門 聖迪伯羅門 於是呢 阿底霞尊者 就請教了聖迪伯羅門 聖迪伯羅門跟他講 你有有言的師父 你前世的師父 你有疑問 你可以去問你的前世的師父 然後前世的師父是誰啊 他說是 叫做菩提賢論師 那麼在這個阿蘭多 印度的阿蘭多寺 以前印度的阿蘭多寺 是佛教的寫宴 他到了阿蘭多寺 去見了菩提賢論師 後來 菩提賢論師說 你要學佛 我給你介紹一個人 這個人 叫做阿富都弟 阿富都弟 這個人 這個人也是你前世的師父 這個人也是你前世的師父 他就是見了前世的師父 他就是見了前世的師父 叫做阿富都弟 阿富都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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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開始發心學佛 他写宗观跟文师修 宗观的道理 那么宗观的道理我们知道的 宗观是荣素菩萨所创立的宗观 为世是吴卓菩萨所创立的为世 也是弥勒菩萨创立的为世 他先写荣素菩萨的宗观 还有文师修的道理 那他有没有写密教 很多人就讲阿底侠尊者 他本身没有写密法 这是错误的 因为阿底侠尊者他讲 他邪密教的时候 是跟一位拉夫拉吉多 拉夫拉吉多 邪密教也受了冠点 他的法号叫做知密金刚 知密金刚 知密金刚 就是他写密教的法号 那么再来呢 他什么时候出家的 他是29岁的时候出家的 阿底侠尊者是29岁出家的 29岁出家 还没有出家以前 他写密行 什么叫做密行 印度 在古印度有两种学佛的人 一个是跟着僧团 那个叫做沙门 一种叫做密行 什么叫做密行 也就是瑜伽式 瑜伽式 他是以起时为生 起时为生 避密修行 这个叫做密行 起时为生 避密修行 他从一个王子 他是一个王子 到最后变成 起时为生 避密修行 他很喜欢起时为生 起时啊 就是跟人家化缘 他认为这样子 自由自在 比当皇帝还好 比当国王还好 比有家庭还好 不用起期 也不用生子 也没有这个地位的困扰 他居在最下层 是给人家 乞讨过日子的 起时的 瑜伽式 他很喜欢 他本来是不想出家的 愿意永远的密行 只有师尊了解 阿底辖尊者的心理 他本来是不想出家的 但是他修行到 修行 到能够到佛国净土 去见释迦牟尼佛 有一次 释迦牟尼佛在 设就近天 接受很多的 天人的供养 他坐在法座上面 高高的坐在法座上面 旁边有很多的法座 都是大阿罗汉的法座 大阿罗汉的法座 阿底辖尊者 能够神族 一直到射就近天 坐在佛陀的 大阿罗汉的旁边 的一个座位上面 释迦牟尼佛 一看 所有的阿罗汉 全部都是出家众 只有几个 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 阿底辖尊者 是没有出家的 像个乞丐一样 他也一样 坐在那边 很远的地方 佛陀就跟他讲 这个小子 这小子是谁 旁边的阿罗汉跟他讲 这个人啊 就是沙婆世界的 阿底辖尊者 释迦牟尼佛对着阿底辖尊者讲 你还贪念人间什么东东啊 为什么你还不出家 你还贪念人间什么东东 所以今天在座的 这个上师们要注意了 有头发的上师啊 我要问你一句 你还贪念人间的什么东东 这个礼 这个法 就把人间的一切 全部给他礼掉了 除非你心有千禅 你心里还有千禅 所以你要留一个头发 留一个头发 给大家看 我认为啊 光头比有头发还好看 你认为师尊不好看吗 每一个人看到师尊都会讲 爱してる 他看到有头发的 他们不讲 他们看到师尊 师尊光的头 没有头发 但是本身啊 他的心灵的光芒 就可以照耀到人间 这个阿底辖尊者 听那斯加摩尼罗佛 本身所讲的话 牢记在心 但是还是不想出家 还是没有想要出家 他有一次又到了一个地方去 看见有一个空的法座 这样子的法座 没有人坐在上面 他一看那个法座 那不是我前世的法座吗 就是阿底辖尊者前世的法座 这个时候啊 他就偷偷摸摸摸的 爬上了那个法座 屁股还没有坐下 旁边有一个很大的 这个很大的一个佛 在后面 他跟阿底辖尊者讲 阿底辖 那个法座啊 是出家人的法座 你在家人是不能坐的 他很常规 要坐下来了 马上站起来 这个就坐下去 两次的 有两次的给他的一个教训 后来他到了超界市 他本来要到大众部去出家 本来要到这个上座部去出家 上座部的这个大企业尊者 那时候上座部是大企业尊者 阿滥尊者 他们传承下来的 上座部的这个和尚的王 他就问阿底辖尊者 你要在上座部出家 但是我看你是密刑尊者 你要不要舍掉你的密刑 上座部问他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打出来 他说我还是不舍密刑 你不舍密刑 你只能够在下座部出家 就是大众部啦 就是在大众部出家 这时候阿底辖尊者 才到了超界市 其剃度 由依介父论师而出家 化名叫做 冉登吉祥志 冉登吉祥志 那个时候阿底辖尊者 他在佛邪上面 他已经写了很多 在密法上面 他本身也写了很多 很多的论作 他都会 像那个 我们讲的 密教的 藏密的五部大论 现光庄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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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计量论 计量论 入菩萨行论 入菩萨行论 另外还有戒论 一个戒论 另外还有入宗论 入宗论 这些论 他都读过 所有的经论 他都读过 他非常的有邪论 但是呢 他在31岁的时候 29岁出家 31岁的时候 他听到 荆州大师的圣明 所以 他就从 斯里兰卡 乘船 坐着船 经过 13个月的航行 13个月的航行 到了 苏门达腊 在航行过程当中 他碰到了 大致在天 本身所降下来的 这围南汤 也就是说 变成有很大的海啸 很大的台风 水纳达 水纳通 泥雳达腊 水纳达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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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鱼达腊 只是這一條船跟海浪都要停止 停止這個スラミ 停止這個スープウィーン スープウィーン 颱風 就解鎖印 解止式印指向虛空 這個時候這個船就平穩下來 海浪也停止 但是坐了船 那時候航海激素不是很好 他居然在十三個月後 到了荊州就是蘇門達蠟島 那個島呢 蘇門達蠟島 也叫藻蛙島嗎 是不是 不是島瓦島 但是那個時候啊沒有什麼叫做蘇門達蠟 沒有什麼叫做印尼 沒有什麼叫做印尼 那個時候全部都叫做荊州 告訴大家喔 沒有印尼 好像那個時候有印尼嗎 一千年前是印尼嗎 有沒有 沒有 沒有 他們懂得印尼歷史的 印尼有多少年的歷史 印度尼西亞 知道印尼的歷史嗎 總之啊 一千三百年 西岩三百年 西岩三百年 那個時候就有印尼了吧 對不對 有印尼的歷史 有印尼的歷史 那個時候也叫印尼嗎 不是叫印尼 OK 好啦 總之啊我們不管啦 他就到了蘇門達蠟 他從蘇門達蠟那裡上來了嗎 好我告訴大家喔 師尊到了蘇門達蠟 到了這個阿底賈尊者 去求法的地方 去見那個荊州大師的時候 我到了那裡 天空打雷 天啊打雷 打雷 還有下雨 你知道我聽到什麼聲音嗎 打雷下雨 那打雷響出來的聲音啊 既然是講著 Wil Kamb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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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g Wil Kamba Hong 這種聲音響了出來 歡迎回來 我心裡震撼了一下 怎麼歡迎我回來 又閃電 又打雷 又下雨 既然有聲音講 天門打開 既然有聲音講 我要看吧 大家知道阿幾霞村澤是幾歲去見荊州大師 你們知道嗎 有誰知道 上司們知道嗎 請舉手 沒有人知道啊 沒有人知道 我知道 三十一歲 記住啦 二十九歲出家 三十一歲到印尼 到詹畢 到蘇門達賴 三十一歲 然後他以一年的時間 遊歷整個蘇門達賴 遊歷整個蘇門達賴 所以有人講 阿底霞村澤沒有去過波羅浮屠 有一派的講 沒有去過波羅浮屠 沒有去過利杜姆的廟 在日熱的地方 沒有去過日熱的這個利杜姆的廟 沒有去過日熱的波羅浮屠 我告訴大家 我告訴大家 他有一年的時間 他有一年的時間 遊歷了整個蘇門達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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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去過的 去過這個波羅浮屠 去過了這個利杜姆的廟 他一共在早 那時候的荊州 蘇門達賴的荊州 一共十二年 我們可以很簡單講 他一共住在印尼十二年 用一年的時間 去巡視了蘇門達賴 用十二年的時間 來學習荊州大師的法 當他寫好了佛法以後 他又跟著這個航海的商人 這個回到了印度 那時候他任超介式的住持 他做了超介式的住持 他不只是做了超介式的住持 甚至於他在印度 是一個佛學的大家 極大成者 他的著作非常的多 他的辯論每一次都贏 在古印度的時候啊 只要他辯論贏了 輸的人要把寺廟跟地址 全部奉獻給贏的人 所以在整個印度 一百個寺廟 有八十個寺廟的住持 就是阿底峽尊哲 印度的寺廟 有一百間 有八十間 都是阿底峽尊哲的 因為他本身的跟人家的辯經 也是阿底峽尊哲所創出來的 那現在西藏他們紅黃白花都有辯經 辯經就是阿底峽尊哲創立的 他也去了西藏 他去西藏的時候是 五十九歲 五十九歲去了西藏 他去了西藏 就一直沒有回來 其實他本身是很想回到印度 但是因為那個時候阿 尼泊爾那邊有戰爭 在尼泊爾那裡有戰爭 所以他沒有辦法回到印度 所以他一直留在西藏 一直到了七十三歲 他才研疾 研疾的地方是在前藏的社堂 那他去西藏這一段 也有很多人 阿底峽辯論成果非常的好 在印度的時候成果非常的好 每一次辯論他都是贏的 他沒有輸過 從來沒有輸過 因為他是很大的學者 所以他本身 也是很驕傲的 後來空心母顯現 就說你要牽逼 要牽逼 還要再牽逼 這個牽逼 牽逼 再牽逼 也是台灣的領導人講的 但是事實上 有沒有真正的牽逼啊 沒有 阿底峽辯則認為我的邪問 第一 世界上沒有人可以比 但是空心母顯現給他看 他拿了很多的經典給阿底峽辯則看 阿底峽辯則一看 都是沒有看過的 從此呢 他開始牽逼 再牽逼 又牽逼 又牽逼 他航海了十三個月之久 才抵達荊州 在一年中呢 他遊歷了蘇門達賴 這個上司 這個荊州大師也在觀察他 觀察了一年的時間 最後呢 最後呢 兩個人才見面 他寫法成就的時候啊 金州大師給他一個 他 金州大師 密場的 施迦摩尼佛的金像 賜給他 賜給他就等於他 以後就是金州大師的傳承 這裡告訴大家傳承 阿底峽尊者在還沒有遇到金州大師以前 他是到處寫法的 到處拜師寫法 後來遇到了金州大師以後 他就以金州大師為根本上司 因為他知道金州大師是大成就者 所以你們剛開始寫法的時候 你們可以去拜很多的師父 我跟大家講 師尊便沒有說 限制你們去拜其他的師父 你們可以去拜其他的師父 可以走遍天涯 哪個仁波切 紅黃白花 很多的仁波切 有人問達賴喇媽 你知道你到底有多少佛佛 達賴喇媽講說 我沒有辦法算 他都沒有辦法知道哪一個是佛佛 哪一個不是佛佛 總之佛佛非常的多了 我們密教裡面很多的佛佛 一個寺廟就一個佛佛 在西藏是這個樣子 他都不知道有多少佛佛 但是你都可以去歸 生活中的同盟都可以去歸 但是有一點你要知道的 當你知道你自己本身的師父是最大的成就者的時候 你依止了他 你就不可以再歸於別人 除非你認為我連身佛佛如聖宴 除非你認為我連身佛佛如聖宴 還有很多不懂的你再去歸於別人 如果你認為你的根本上師連身佛佛如聖宴是大成就者 你就不應該再去歸於別人 很簡單 這是很簡單的事情 這是很簡單的事情 大家稍微想一想 因為你在多聞 年輕的時候你要去多聞 去多看 多聽 多聽人家說法 多看人家怎麼演法 多看人家怎麼樣子修行 那麼你將來 你走了很久的 歸於了很多的人波切以後 你再來看自己的根本上師盧聖宴 他已經是大成就者了 你依止了根本上師盧聖宴以後 你就不能夠再去歸於別人了 我的法已經是非常的多了 因為每一個地方要我紅法都要講新的法 那我新的法已經差不多講光了 佛法所有的本尊差不多都光了 那還有什麼法你沒有寫到呢 這個習 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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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 祥福 敬愛 這個入世的法你都學了 我現在講道果 這個 氣 修氣 修麥 修明典 修無肉 修光 然後修跟本尊合一 然後修跟佛能夠合一 更上一層的你都能夠修成 那你還要去跟別人寫做什麼呢 去跟別人寫就是多疑的 大家認為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你必須要找一個根本 也就是像阿底霞尊者 到了荊州大師協法以後 從此他以荊州大師為他的根本上司 就是這個道理 後來他就是以荊州大師為主 所以他的這個右手邊 有一個蛇利塔 就是荊州大師的蛇利塔 左手邊 他有一個寶瓶 裝的都是甘露 裝的就是甘露 每一次他要說法以前 他先把蛇利塔拿起來 頂禮最根本的荊州大師 那麼他所協的非常的多 在荊州大師這裡 在荊州大師這裡 他所學到的 他所學的是菩提心法 很重要的菩提心法 所謂知母心 知恩心 報恩心 慈悲心 靈敏心 因果心 菩提發心 另外還有 至他覆患菩提心 至他覆患的菩提心 在此 一切 閣王朝的資光法王跟菩提光王子的邀請 菩提光王到達古閣王朝去弘法 在納區的地方 也就是在後藏 後來他要回印度的時候 經過前藏到社堂 以後呢 他的徒弟中敦巴邀請他在前藏洪華 最終他在社堂延集 這是阿底霞本身的一生 他活到七十三歲 七十三歲 活到七十三歲 五十九歲入葬到七十三歲他才延集 那麼他修行的程度非常的高 境界非常的高 他創立的宗派 這個宗派叫做 葛當 葛當派 就是葛當派 我告訴大家喔 有三個人非常的相似 阿底霞尊者 阿底霞尊者 中卡巴尊者 另外呢 另外呢 就是盧聖燕 連神伯伯 這三位都是協佛得到很大的成就 這三位都是協佛得到很大的成就 協佛得到很大的成就 協佛得到很大的成就 阿底霞尊者 跟中卡巴尊者 兩個人也寫了很多的書 寫了很多的書 數不清的 像阿底霞的菩提道登論 也就是中卡巴後來以後 中卡巴以阿底霞尊者的菩提道登論 寫成菩提道赤地廣論 也就是研習的阿底霞尊者的菩提道登論 那師尊所寫作的東西 阿底霞尊者 阿底霞尊者 跟這個中卡巴尊者 跟盧師尊 三個人都是一樣的 都有大成就 還寫了很多的著作 而且他們都是創中立派的 阿底霞 他創立葛丹派 在西藏創立葛丹派 盧師尊 用漢文寫作 用漢文寫作 用漢文傳法 在世界上是第一人 他創立了 增活中 這三個人 都是集大成的人 就是很多的東西 集合起來 變成集大成 盧師尊 盧師尊 本身有 很多的師父 他有洪教的師父 就是羅那佛佛 傳給了民和尚的 這個 靈馬派的寶 我也得到 靈馬派的寶 這是第一個 盧師尊 是洪 洪教也有 白教 師尊歸一 十六四大寶王 喀馬八 學習到的白教的大所印法 大所印法 在這個 撒迦寺 西雅圖有撒迦寺 就是達清法王 達清法王的 這個子女 就是嫁給達清法王 德松仁波切 撒迦正控上司 的子女 嫁給達清法王 撒迦正控上司 是撒迦派的 一個長老 師尊寫了 發教的 這個 所有的法 洗金剛 就是在道果 就是在那裡寫的 另外呢 師尊還寫了 黃教本身的法 就是圖登達爾吉上司 就是黃家 黃教的法 也就是 格魯派 撒迦派 林馬派 格吉派 這些法都已經全部學全了 集齊大成 五大金剛法也學全了 密集金剛 喜金剛 聖樂金剛 大威德金剛 大威德金剛 十人金剛 大放化網金剛 全部都是傳授給了大家 金剛 金剛 法以上 還有無上密 無上密布的法 無上密布的法 師尊也學全了 而且師尊也是實修的 也是實修的 不要以為 你們今天聽的 都是如師尊 如師尊 如師尊 其實 如師尊跟阿底霞尊者 無二無別 你看西藏前紅旗的 蓮華生大士 告訴大家 他就是蓮花童子 從蓮花裡面發生出來的菩薩 就是大士 蓮華生大士 蓮華化生的童子 就是蓮華生大士 西藏後紅旗的最偉大的西藏密教之母 後紅旗的阿底霞尊者 也就是蓮華童子 那 盧師尊也是蓮華童子 那這樣子你們不歸於盧師尊 還歸於誰阿 我告訴大家幾個名稱 都跟蘇尊有點關聯了 蛇利佛 蓮華生大士 隆士尊 龍術菩薩 龍術菩薩 那樂巴 阿底下 鍾卡巴 盧思尊 我個人也不是說很驕傲 我還是很謙卑再謙卑更謙卑 我本人啊 我本人一個華人的身份 一個華人的身份 到了 澤邦寺 洛斯林 澤邦寺有一個洛斯林 的經堂 叫做千名的喇嘛 千名的喇嘛 開示給千名的喇嘛聽 有誰 有誰 能夠跟千名的喇嘛 說法的 目前來講 世界上只有一個人 這個人就是盧思尊 西藏皇教的法王 法王 甘丹赤巴 第一百世 第一百世的甘丹赤巴 跟我在一起做法會 跟我一起做法會 平起平坐 就是西藏 西藏 格魯派 皇教的法王 公 crew 就夠 在西藏 在西藏 雷上四的門前 一起做法會 撒迦派的法王达清仁波切 撒迦派达清法王 跟我一起在西雅图雷藏寺面前 一起做父母 所以師尊跟這些發教法王 還有防教法王 很多教派的法王 都一起在一起的做法會 你們如果不歸於一徒師尊還歸於誰呢 那我今天說法的最後 我跟大家講 我跟大家講一個秘密喔 釋迦摩尼佛 跟獨師尊 跟獨師尊 我的下一本書我跟大家預告一下 也就是我所知道的佛陀 我所知道的佛陀 這是我寫的 我寫出來了 我跟佛陀 他 我問他 佛陀回答的所有的話 全部在這一本書當中 師尊是跟佛陀天天在一起的 然後我跟總卡巴也天天在一起 跟阿迪夏天天在一起 我跟納洛巴天天在一起 跟龍樹菩薩天天在一起 跟蛇利佛天天在一起 跟蛇利佛天天在一起 蛇利佛跟釋迦摩尼佛天天在一起 這樣子的傳承 是偉大當中的偉大 在這個世界上沒有比這個更偉大的啦 不過我的身分也不過是人間的乞丐而已 我的身分 這個阿迪夏尊者 他是人間的乞丐 我盧世尊也是人間的乞丐 心靈非常的高尚 身分非常的低下 阿迪夏尊者正是這樣子 他的心靈非常的高尚 那麼他的身分非常的低下 他不過是一個起實的 一個乞丐的秘心尊者 師尊也是起實的秘心尊者 哪裡偉大 花菩提心偉大 致他復犯 致他復犯 看到別人受苦 等於是自己受苦 看到別人的煩惱 等於是自己的煩惱 看到別人在哭泣 也就是自己在哭泣 看到別人的悩惱 看到別人的悩惱 等於是自己在悩惱 等於是自己在悩惱 不是為別人想 不是為自己想 自己不算什麼 別人才是尊貴的 所有的人跟師尊都是一樣的 我講了一句話 眾生就是自己 眾生有難 我們盡力去幫助他 這個就是慈悲 也就是愛 我常常唸 愛してる シャランエ オラアミコ ケケドムチョ スゴイ 一番 気持ちいい ジュミ 我跟所有人 完全沒有分別 因為我愛眾生 這樣子的精神 才是最可貴的 大家還要不要聽下去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睜開自己的眼睛 用自己的智慧 用自己的智慧去分辨 去分辨 這裡有一個 笑話 也不算是笑話 有一個人 有一個女生 去放夜市的時候 看到一個攤子上擺著 擺著好多很漂亮的皮帶 想一想自己的腰帶也舊了 於是顯來一個喜歡的 問老闆怎麼賣 老闆抬頭看了他一眼就問到 你家的狗有多大 告訴大家 大家都不笑 他真正的原因是這樣子的 那個皮帶是酸狗的 而不是人的皮帶 所以我叫大家 要你的智慧的眼睛 去選擇你自己的根本喪失 我們很快的就要過這個 舊利年 我知道印尼的過新年 跟台灣過新年是不一樣的 然後在台灣過新年的大年初六 有一家公司呢 他開工 老闆發了每個人一個開工的紅包 別人的紅包裡面 都是兩千塊台幣 只有我的紅包裡面 是一張老闆的簽名照 沒想到後來 老闆居然很興奮的講 剛剛抽到我簽名照的幸運兒是誰 過來向我領十萬塊台幣 我看著手中啊 被我濕脆的照片 我陷入無止境的沉思 我告訴大家 很多事情 都我們認為是不好的 其實 它是好的 好的就是好的 不好的 不好的也是好的 不好的也是好的 密教的行者要學 無論如何都是很快樂的 好的當然是好的 有一個男孩子 有一個男生啊 他胃痛去看病 醫生問他的飲食習慣 這個男孩子講也沒什麼 就是平時我媽媽吃剩的就我吃 我老婆吃剩的我也吃 孩子吃剩的我也吃 醫生說那你買一條狗吧 男子呢 這個男生很大驚訝 怎麼 狗吃剩下的也要我吃嗎 我告訴你 這個事情是很難講的 什麼都吃的人 我告訴大家 我也能夠吃苦 什麼苦我也可以吃 什麼苦我也可以吃 有一隻老虎 結婚啊 所有的動物都來參加婚禮祝賀 但都保持一段距離 一隻貓也來了 他跳上來禮台 身所向老虎祝福 老虎大吼一聲 你怎麼也可以上來禮台 連這個報紙像 都保持一段距離 貓跟老虎講了一句話 老虎就呆住了 貓跟老虎說什麼呢 說什麼呢 我結婚前也是一隻老虎 貓講啊 我結婚以前也是一隻老虎 我們知道的 家庭 那麼 師母呢 告訴大家 師母是最可愛的老虎 我這隻貓啊 跟師母的老虎 相處那麼多年 彼此還是非常的融洽 這就是我自己讀師尊 不簡單的地方 我告訴大家一個笑話 不是講過了嗎 好像有人問 有人問一個這個 一個法師 說法師啊 法師啊 今年啊 我是本命年 我可以結婚嗎 法師回答 結婚你都不怕 還怕什麼本命年 這個老婆出差了 晚上打電話 查勤 問先生 你在哪兒 老公回答 在家裡 就老婆問啊 我枕頭下面 我壓著五百塊錢 你把編號念給我聽 老公回答 對不起老婆 編號不能告訴你了 我坦白說 我哪去買了煙 不過沒有花完 還剩三百塊 老婆回答 其實我在枕頭下 放的是一百塊錢 這個老虎很厲害 告訴大家 你要學習佛教的精神 你就能夠夫妻能夠融洽 妻子問丈夫 你可以不可以誠實的告訴我 你一年到底能夠 賺多少錢 丈夫回答 兩百萬 妻子講 你誠實了嗎 丈夫講 對啊 我已經誠實了 就是說 她把二十萬 一年賺二十萬 乘以十 就是兩百萬 那 她 告訴大家 師母 是對我 非常誠實的 我也是對師母 非常誠實的 因為我們兩個誠實 所以呢 可以天長地久 最後 講一句話 蓮花童子 從來就不稀為 歐媽你爬米粉 當地火 就是 你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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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